大家好,我是Ernest 大家來到竹地是不是經常吃海鮮蕩、刺身、壽司 但我發現一些日本網民推介 這個竹地的外市場有一些很特別的小食 有些看起來很好吃 那究竟是什麼呢?我們就去試吃一下 好,我來到後面這間叫做大定的玉子燒店 它是超過90年歷史的老店 首先我叫了這個叫做 Gijino 一定要吃的 首先它第一個口感是很甜的 它的蛋很滑 即使它是冷暖暖的也好 我都覺得它吃到那種甜味和滑滑的感覺 可以選很多種味道的玉子燒 我叫了一個芥末味 原來它真的把那些芥末的芥末加在蛋裡 Gijino 是一定要吃的 那這個... 一般的 日本網民介紹的都是 那有兩個特點 第一就是 首先扇貝和海丹他們是當刺身吃的 但是這一間是燒的 所以他們很喜歡這個燒烤味 那吃下去要試一下才知道的 第二就是 這兩樣東西本身都很貴 但是現在這裡一吋甲奶 只需要一千円 試吃先 海丹和扇貝和味混在一起 我的味蕾分不開它 我想試一下分開吃 我先吃海丹 看到它這個醬汁嗎? 它的醬汁太鹹 那就蓋過了海丹和扇貝的鮮味 這間我給... 兩星 好,那這間店就是吃這個海丹饅頭 它是... 這個竹地號稱 只是唯一一間有海丹饅頭的店 第二就是它的海丹饅頭是經常上電視的 好像很厲害 那究竟是什麼材料呢? 我看到它寫著海丹家的cream sauce 包是用竹炭做的 比我想像中 熱的海丹 它那種新鮮的味道反而焗了出來 另外很明顯吃得出 它的cream sauce 是有海丹和海鮮味的 哇,不錯哦 有驚喜這個 首先有國產雞 還有這個在鹿兒島產的黑豚 先吃雞吧 比我想像中沒什麼特別 可能香港人吃開燒賣喝茶 這個是黑豚豬 黑豚我是有點期待的 不好意思,都是比我想像中普通的燒賣 我喜歡吃喝茶那些 蟲板牛就是日本三大和牛之一 用蟲板牛做的可樂餅 喂,我不是開玩笑 這個是我吃過最好吃的可樂餅 因為平時7-7吃 到處買的可樂餅 你沒可能吃到這個級數 果然是日本三大和牛之一 首先平時吃的那些可樂餅 是油很膩的 但是這個雖然它都油 因為炸出來的嘛 但是它裡面是和牛的那些油 而不是油炸的那些油 所以你會吃到牛汁 又有汁又有油的香味 這個可樂餅完全是兩個層次的 我推薦這個 這裡裡面的蟲板牛是正版的 因為是有翻版的 有個正書在這裡 所以我是很放心吃 就不擔心在其他地方來的 牛是 來到足地,想不到可以掃倒街 之後如果大家來足地 內市場是不要緊的 因為還有一個外市場給大家玩和吃 其實足地還有很多其他食物 還未被發掘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話 就記得繼續看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